而台风海葵来袭 2号下午包括了花莲市长魏家燕 还有吉安乡长刘淑珍 都在警方和国军人员的陪同之下 号召了公所同仁赶快前往辖区内 土石流警戒区域进行预防性的侧村工作 也安排居民到临时收容所 虽然2号天空还露太阳 不过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才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避免意外发生 中台海葵青台路径不断往南下修 预计3号会在花东交界登陆 为了提前做好防台工作 花莲市公所在2号下午 在国府以及附近新村进行了预防性撤离 市长魏家燕表示 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就会减少灾害损失 市长可帮你讲一下今天那个撤离的状况 因为我们海葵台风后 那可能晚上就风雨会渐渐的逐渐的变大 那今天也到国府这边 那我们保全户这边有 总共13户大概有近30人 那我们现在逐户逐户的跟他们确认 看看我们的民宅里面还有没有人去住 那有人的话我们也请他们尽快收拾东西 赶快到我们安排的地点去住 或者是说在市区还是说朋友的地方先赞助这样 因为这次直播发动 我想可能风雨会非常的大 那早上县府就已经有打电话来通知 那请我们下午尽快的安排我们保全户先请离开这样 将镜头转网吉安荣光社区 吉安乡长游淑在公所人员以及军方人员的陪同下 前往每逢台风必定要进行撤村的荣光社区 游淑珍拿起麦克风劝导告知要进行撤离工作 而乡亲也都相当配合 游淑珍表示 海葵台风是这四年来第一个青台的台风 大家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我是乡亲老朋友 我是乡长游淑珍 现在我们在做预防性撤离 因为晚上入夜之后 会有大风好雨 预计在清晨也会带来好大雨 所以在这里我们请所有的保全户的乡亲配合 跟我们的军警后备都在我们的现场 也在下午我们已经有进行了广播跟联系的工作 所以请我们所有的乡亲住户能够配合 让我们保护我们的家园跟您的安全 现在我们的收容所在圣安村的圣地指挥堂 那也希望跟我们前相公所一起来做 我们的这个预防性的这样的一个居住 恳请大家配合 中台海魁青台路径不断往南下修 中央气象局也预估3号上午开始风势与市逐渐增强 民众一定要提早做好防台工作 减少人员灾害损失 记者花莲及安纵和报道